尊敬的陈部长 尊敬的陈省长 尊敬的温市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同业先进朋友 各位的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刚刚 其实我的第一页 都被几位领导都说完了 所以我就快速的来说明一下 那么我这一次 应该讲刚刚在 一个钟头前 我们还在改这个稿 我是把它定位在 实体制造加数字经济 等于工业互联网 那么这句话怎么由来的呢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大家都讲过在2017年12月8号 总书记的 我是引用学来的 总书记教我们的 就是在2017年12月8号 在十字国家大数据战略第二次集体学习 情况重要讲话 总书记是这样子给我们训绵的 这个国家的习总书记的国家战略 建设制造强国 发展先进制造业 要坚持以工级社结构改革为主线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继续做好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 这篇大文章 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 要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 所以不是刚刚工业互联网 其实我们这个也在好多年前 都在引用这个 我们公司内部都在引用这个字 那么很高兴 总书记在这里点出了 实体经济跟数字经济 最后他们结合成一个 工业互联网的名词 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发展的战略 系统推进工业互联网 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 管理体系的建设 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 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 加快形成为创新 为主要领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 我想这段话 我已经不在这边再强调 第二段是强调是 富士康的工业云的生态体系 我们富士康工业云的生态体系 那个记得在2015年的在贵阳的大数据博览会上 我第一次当着 我记得是怀敬鹏 怀部长 那个时候参加的 他后来下来问我什么叫六流公司 他说富士康为什么要变成六流公司 我说在第一次提到富士康转型为六流公司 全力打造工业云联网的生态体系 所以六流就是讯息流 技术流跟资金流 这个是三大虚拟流 就现在一般传统的互联网所在做的 以及我们实体经济要做到的人员流 过程流以及物料流 这三大的实体流 而在六流其实早在2013年 早在2013年 我们被已经开始实施落实到 我们富士康的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发展上 在我们的智慧工业互联网的赋能体系中 其实建立在实体制造基础上 透过六流结合CPS技术 Cyber Physics System 及资讯物理体系统 进而打造一个坚实的科技服务赋能平台 过去这数十年来 富士康已经积累了海量的工业大数据 但数据的核心再也能够透过数据的感知 带动工业互联网的知识的积累 方能成为一个全方位的科技赋能的服务平台 所以我们在工业互联网的布局是由核心数据采集 向上延伸至云入云网层 平台层 应用层 数据安全等领域 我们投资8K加5G的技术 是建立富士康在超高速运算中心 HPC 是建立富士康云 投入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开发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分析 深度学习 人工智能等技术 作为智能工业互联网的基础支撑 我们要建构的是一个 能够向全面全产业价值链的智慧应用体系 进而实现实体经济 加互联网的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工厂 并且我们即将要宣布 将对中小企业全面的开放 富士康云平台 刚刚有参观了 陪领导参观了阿里云 我记得几年前 我们已经跟阿里云集团合作 共同在云溪小镇推动 涛富城镇 涛富淘宝的小厂家 透过富士康实体制造的诺能 的赋能加持 达到体质增效 降本减存的智能 制造的数字化平台 CPS的5C架构 以数据驱动的 的物理 信息物理系统 CPS技术 通过构建五个智能的 智能和实践的四个转变 完成制造系统的智能价值 在这里各位分享我们所运用的CPS技术 CPS建立在5C架构产 也是透过每一个智能层级 对数据的转换 赋予数据的新使命 让原始数据透过层层的转变 达到实践新的价值 所以如果采集到有效的数据 透过分析 让数据变成 有洞察的讯息 并利用建模来形成 支持决策的知识 进而转变为最优的决策 为制造系统 创造新的价值 为工业互联网 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所以富士康工业大数据 采集应用上 我们透过核心层 让人与人 人与机器 机器与机器 在连结的产生协作 不论是结构性 或非结构性的数据 都能够让数据产生 智能感触的效果 让我们在推动智能制造上 可以透过这些感触数据 来了解和解决可见的问题 和来分析和预测 不可见的问题 并持续不断的 经由数据挖掘 感触分析 认知改善 以及工业互联网的 知识积累 与重新定义 来进行应用服务的配置 达成一个真正 成为一个真正的正向 循环的智慧 工业互联网的服务平台 我们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什么叫富士康云 这也就是我们 40年以来 在实体经济的工业生产 经验及工业互联网的 实践过程中 我们自主开发的 富士康云 目前也是广东省 唯一获得首批 工业互联网的认证平台 精密工具 工业控制器 工业机械人 和工业网络 组成我们的工业大资料 而富士康工业云的计算 工业互联网平台 和工业人工智慧 组成的富士康云平台 两者相辅相成 那么富士康云和其他云 有哪一些本质上的差异 我想再有三个差异 第一个数据差异 传统互联网 它是属于认知型 感知型跟发赛型 而富士康的工业互联网的平台 是结构型 系统型跟收敛型 第二应用的差异 这个非传统的互联网平台 它是非严谨 容错低险 包括市场行销等预测 它们容错的空间比较大 但是工业互联网它要毫厘不差 工业需求包括对产品的规格 品质效能成本供应链等预测 我们必须要毫厘不差 这第二个区别 第三DTATPTOT的差异 四项技术可以各自发展 跟工业互联网领域在四个技术 必须整合与专业性的目的 出发要一期课程 这是三个最大的不同 最后我们是希望全力协同 广东共同推进智慧工业 互联网生态平台 赋能中小企业 促进产业升级 催生产业集群的科技服务平台 作为智能制造的先驱取悦 我们一直把体质增效 降本减存 作为富士康集团的经营理念 而智慧工业互联网 正是我们加速达成目标的解决方案 我们也希望将这个理念 推广至中小企业 让他们也能够分享 这也是一种分享经济 来自于智慧工业互联网的优势 也增强自身的产业竞争力 就不再做劣质的 不再做仿冒的产品 智能工业互联网 是我们的共同发展目标 富士康是一家在企业 推动工业互联网的一个力量 我们一家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集中集结广东省数万家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伙伴 共同来发展智能工业互联网的力量将是无穷的 而这群群体的力量将是为广东省打造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 产业示范基地为最坚实的后盾 我们深切的盼望 我们到广东深圳投资超过30年 今年是第30个年头 1988年 我们认为将来广东省的在网上 在新进一轮的发展的新的新兴战略 新兴的成长 新兴的提升 它的这个科技创新的平台 就在我们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谢谢 谢谢